我们读一段圣经在启示录第二十二章第二节 跟以西结书四十七章九节两节的圣经 这说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 结十二样果子 每月都结果子 树上的叶子乃为一字万名 这河水所到之处 凡资深的动物都必生活 并且因这流来的水 必有极多的鱼 海水也变甜了 这河水所到之处百物 都必生活 我们就读到这里 我想再一次谢谢高市长来到我们中间 分享跟鼓励我们 我想回想二十几年前 当我们开始生命核的时候 其实神对生命核的心意 是远远超过我们当时所能想象 当时我们所想的 只是建立一个堂会 但神带领我们走 却是一个跨文化的植堂的运动 当时我们所想的 只是希望教会的成长 但神带领我们进入 却是一个有影响力的教会 而当我们回头来看 神这些年在我们中间的作为的时候 神真的是在带领我们 走上一条影响世代的道路 但其实如果你仔细看圣经里面 有关生命核的经文 其实你就看见在生命核里面所形容的 圣经里面所形容的生命核 是一条又大又广的一个江河 所以启述的二十二章第二节里面 特别讲到这个生命核的叶子 旁边有生命树 树的叶子是为一字万名 很有意思 特别讲到是一字万名 换句话说生命核所要带来的一字 不只是一个个人的一字 家庭的一字 更是讲到社区 讲到族群 讲到国家的一字 在以西节书47章第九节的经文 讲到河水所到之处 你看见好像一切都改变 万象更新 不但一切的动物活过来 渔群充满了河水 连死海的水都从苦变甜 换句话说一切都要改变 本来充满死亡气息的都要活过来 所以当我们再次看到圣经里面 所讲到生命核的经文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 其实生命核不只是一个 敬拜赞美的地方 不只是一个圣灵充满的地方 不只是个彼此相爱的地方 也不只是个得人灵魂的地方 我们看见生命核所到之处 都要带来环境社区的一个改变 换句话说 生命核是有一个社区的使命 这个社区的使命 就是要把神的爱 从我们中间涌流出去 进入社区 进入有需要的人群 带来医治 带来转化 阿们 那你说我们要怎么样成为一个 有影响力的一个教会呢 我们从三方面来思想 第一个 我们要明白神对教会的心意 跟你们要明白神对教会的心意 弟兄姐姐 今天作为基督徒 一方面我们是很渴望 属天的生活 但我们也不可忘记 到底神把教会 放在地上的心意是什么呢 我们看有三方面 第一个 神要我们进入这个世界 跟你们知道神要我们进入这个世界 在马太福音十三章 第三十三节说 天国好像面孝 有妇人拿来 藏在山斗面里面 直到全团都发起来 这里讲得很重要 天国好像面孝一样 我想面孝的功用是什么 就是要进入面团 让整个面团能够发起来 这个面孝发挥功用 很重要 一定要进入面团 他不能在面团之外 他必须要进入面团的里面 换句话说 今天神对教会的心意 不是叫教会脱离这个世界 反而是要我们进入这个世界 才能带来影响力 事实上这正是为什么 耶稣基督必须要倒成肉身 来到世界上的原因 他就是要实际地 体藏我们人世间 一切的忧患跟痛苦 所以他才能够明白 我们人在罪恶 在这个黑暗当中的挣扎跟失败 所以也只有他 能为我们在十字架上 代替我们承受一切罪的刑罚 不但为我们死 而且从死里复活 带给我们得胜的喜乐跟盼望 阿们 而这正是今天我相信 神要教会 要活出来的一个真理 是一个 这个倒成肉身的一个真理 今天太多的时候 我看见很多的基督徒 急于想离开这个世界 脱离这个黑暗 想离开这个世界 却没有想到 主耶稣正是 因为这个世界的黑暗 而来到我们中间 为要拯救我们 我就想到 Mother Teresa不也是这样吗 甘愿进入印度的平民窟当中 去服侍那些有需要的人群 Mother Teresa之所以在全世界 带来这么大的影响力 不是因为她的讲道 反而是因为她对主耶稣基督 道成肉身的实践 不是吗 同样 今天我们如果想要影响世代 我们就必须要 进入这个世界 效法基督 道成肉身的榜样 进入世界当中 第二 神的心意是什么呢 神要我们服侍这个世代 跟你们说 神要我们服侍这个世代 马太福音五章十六节 主怎么说 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 将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便将荣耀 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这很清楚地讲到 怎么样能进入世界的方法 就是要透过我们的好行为 来服侍这个世代 因为今天对一个不信主的世代来讲 好行为是唯一的方法 让她明白神的爱 事实上我们看见 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 这也是主耶稣服侍人的方式 不是吗 你还记得在 加拿婚宴的时候 他们没有酒了 当主耶稣的母亲到 耶稣她面前来说 他们没有酒 求助于耶稣的时候 很有意思 耶稣没有说 先把主人叫来 他也没有对主人说 你要先悔改 先认罪悔改 然后神迹才会发生 才会帮你解决 不 耶稣没有说 请主人来先悔改 没有 耶稣是看见他们的需要 主动地先去满足他们的需要 将水变成美酒 我常常想 你想想看 在这个婚宴之后 那个主人会怎么样的反应 想想看 这个人是谁啊 我要认识他 这么帮助我 我一定要信从他 跟随他 不是吗 这是很自然一种反应 耶稣在地上的服事 总是从人的需要开始 满足人的需要 然后带进灵魂的救恩里面 同样 今天我们也应当 借着好行为 让世人明白 神的爱 神的恩典跟怜悯 好叫 心能够回转归向神 你们 第三 神要我们影响这个世代 跟你们说 神要我们影响这个世代 弟兄姐 今天教会 不单是为了神的荣耀而存在 我们更需要明白 教会也是为这个黑暗的世代而存在 这为什么 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十四节说 你们是世上的光 耶稣讲人就说 你们是世上的光 正是因为这个世界是黑暗 正是因为这个世界在罪恶掌权之下 所以教会需要存在在这个世界上 因为主耶稣说 教会就是世上的光 换句话说 今天教会对这样黑暗的世代 是有责任的 我们一点不需要埋怨这个世界太黑暗 我们也不需要责备这个世界充满罪恶 因为这个世界本来就在黑暗当中 反而我们要求神开我们的眼睛 明白这个真理 因为我们就是世上的光 换句话 如果今天你觉得世界太黑暗 世界充满罪恶 那起码有一件事是你我可以做的 那就发光吧 发光吧 这为什么主耶稣在马太平五章十五节怎么说呢 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 是放在灯台上 是要照亮一家的人 神的心意 就是要教会在地上彰显神的荣美 像光照进黑暗里面 照亮这个世代 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影响世代 Amen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 不但是我们希望在教会里面 找到温暖的窝 我们告诉我们 神对教会的心意 让我们进入世界 服侍这个世代 并且影响这个世代 第一个要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 然后你才能够 才能够进入世界当中 能够影响这个世代 第二 我们要借着祷告与神同工 跟你们要借着祷告与神同工 这个基督徒我们怎么样 才能够来面对 现今这样一个充满 动荡跟黑暗的世代呢 我想最起码一件事情 我们能够做的 就是要起来为这个世代来祷告 而不只是普通的祷告 而是迫切的代求 你知道在圣经里面 祈求跟代求是不大一样 祈求是我们为自己的需要来祷告 代求却是为了神的国度 为了需要的人群来祷告 你知道今天很多基督徒 他们的祷告都停留在 为个人的需要在祷告 很少人懂得为神的国度 为这个世代来祷告 所以你看见神在 以西结束二十二章三十节 才发出这个叹息 神说我在他们中间 寻找一个人重修强缘 在我面前为这个国 站在这个破口防堵 却找不到一个 有时候我常觉得 为什么找不到一个呢 难道那时代没有人在祷告吗 那我那个时代很多人在祷告 只是很多人 只是为自己的需要来祷告 却没有为神的国来祷告 第一次我相信今天神呼召我们 就是要起来 能够站在破口来祷告 你说什么是破口呢 破口原来的意思就是 站在中间的意思 站在中间 那是一个神的恩典 跟人的破碎中间一个缺口 我们只有站在这个中间 这个缺口 我们才能一方面看见人的需要 看见人的罪 这个世代的罪 另一方面能看见神的恩典 跟怜悯 而神呼召我们就是要站在 这样一个缺口 能够为这个世代来祷告 这就好像在旧约时代的 以利亚一样 当时以色列地 不但有外面的干旱 灵里面属灵也干旱 我们看见到处充满了饥荒 神就呼召以利亚 起来为以色列来祷告 为神的国来祷告 我也感觉 神今天也是要呼召我们的 要起来 为我们所处的世代来祷告 虽然我们的心 常常为这个世代的罪恶跟黑暗 觉得很哀叹 虽然我们常常看到美国 现在无论价值观 道德观 越来越离开神的标准 但事实上你要明白 越是在艰难的时刻 我告诉你 越是神能够做翻转工作的时刻 Amen 越是在艰难的时刻 越是神要呼召我们起来 祷告与神同工的时刻 Amen 弟兄姐姐 一方面我觉得 你要明白祷告的重要是很重要 但不但是你需要明白 祷告的重要 你要明白 持守祷告 神的应许来祷告的重要 但如果我们今天只是停留在 听见这样的需要 明白这样的需要而已 那还是没有用的 不能只是听听说说而已 我觉得就好像旧约的以利亚一样 当他面对以色列那种干旱的环境 不但外面 而且灵里面干旱的时候 你知道 以利亚在灵里面 就知道神要降下大雨 来做翻转的工作 所以列王记上第十八章四十一节 当灵里面有种感动的时候 他就对亚哈说什么 他说你现在可以上去吃喝 因为有多雨的响声 他在灵里面 听见了多雨的响声 但你有没有想到过 如果说他只是听到那多雨的响声 而没有起来祷告的话 什么事情会发生呢 我告诉你 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啊 雨不会降临下来 干旱也不会得以解决 第二 这是为什么今天我们需要 起来祷告 不但要明白这个世代的需要 不但要明白祷告的重要 更重要是要起来祷告 为你的环境祷告 为你的家庭祷告 为你的小组祷告 为社区祷告 为城市来祷告 不但要起来祷告 而且要持续不断地祷告 我们看见以利亚 她在灵里面听见 这个多雨的响声 她怎么做呢 她在《猎王记》上十八章四十二节就说 这里亚哈就上去吃喝 以利亚就上了加密山顶 屈身在地将脸浮在两栖当中 这是什么 这是个生产的知识 这是个生产式的祷告 我相信在那个时刻里面 她怎么想都觉得 她一祷告大雨就会降临下来 但事实上却不是如此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当她祷告的时候 她一边祷告一边就派仆人去 看有什么动静没有 第一次去 仆人回来说什么都没有 第二次回来什么都没有 第三次回来还是什么都没有 连片云都没有 换了我们可能就说 算了吧 恐怕听错了 根本没有什么多雨的响声 祷告了半天 好像也没什么果效 换换其他方法吧 但以利亚没有 以利亚持续不断地祷告 一直祷告 祷告到了第七次 他才看见 那个像人手这么大的云 从海上升上来 他就知道神要开始降下大雨 对我们的 我深深地相信 今天神也同样呼召我们 要起来祷告 虽然有时候 我们看看我们周围的环境 好像一次两次祷告 三次都没有什么果效 没有任何改变的迹象 但不要灰心 持续祷告 期待神伟大奇妙的作为 Amen 列王基上第十八章四十五节 这里怎么说呢 这里说 煞时间 好喜欢这句话 煞时间 天因风云黑暗 降下大雨 Hallelujah 我常常说 当神开始工作的时候 那个速度是快到你无法想象 煞时间 忽然间 在你想不到的时刻 神要降下 医治的恩高 突破的恩高 复兴的恩高 在我们中间 Amen 今天 当你在为你的家庭祷告 为你的环境祷告 为教会祷告 为城市 为国家祷告的时候 不要灰心 要持续祷告 直到神应许成就为止 Amen 所以第二 要借着祷告与神同工 第三 要以爱心的行动 进入社区 跟你们说 以爱心的行动 进入社区 祷告虽然重要 但是我们看见 转化社区 不能单靠祷告 我们今天可以在教会里面 又祷告又捆绑 可这个世界 却一点感觉不到神的爱 我常常看见 今天教会常常很费力的 想要怎么样 与世界抗争 想尽办法要扭转 这个世界的价值观 跟潮流 却忽略了一个 很重要的真理 那就是真正能够改变 人心的 常常只是一个 很简单 却又真实的 爱的行动而已 我再来说 真正能够改变 人心的 常常只是一个 很简单 又真实的 爱的行动而已 那你说今天我们怎么样 能够向社区表达 我们的爱呢 两方面 第一个 要建立爱心的平台 跟你们要建立爱心的平台 那这些人 我在教会的服事 我真的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教会跟社区之间 有一个很大的鸿沟 就很大的鸿沟 一方面看见 这个世界多么需要爱 另一方面也看见 教会里面充满了神的爱 但好像这个爱就是 留不出去 传递不出去 不是说教会的弟兄姐妹 没有爱心 很有爱心 但只是找不到 一个合适的管道 把神的爱 从我们中间 能够传递出去 我就发现 爱心是需要有平台 跟你们说 爱心需要有平台 跟他说 那什么是平台呢 平台就是一个 使我们能够进入社区 进入人群的桥梁 你需要这个桥梁 透过这个平台 一方面使社区的人 可以不必进到教会 就可以领受神的爱 这个很重要 另一方面 帮助教会的弟兄姐妹 很自然地 透过这样一个平台 跟桥梁 把神的爱 能够传递出去 这为什么这些年 我们在教会里面 打造这么多 不同的平台的原因 我们看见 基金会 就是一种平台 透过基金会 我们可以服侍到 在社区当中 很多我们平常 无法接触到的人群 我们看见优势频道 也是一种平台 透过优势 我们在北美华人里面 提供了一天 一个七天 二十四小时 全方位生活的 优质电视节目 我们的目标 就是希望 把基督教的价值观 潜移默化地 能够影响 北美的华人文化 职场工作坊 是一种平台 特别的一些 职场教练的方式 帮助一个人 不但在职场上 能够被提升 而且经历到 生命改变的大能 非洲职业训练学校 也是一种平台 我们在多哥这个国家 不但帮助很多年轻人 找到合适的工作 我们也开设了 生命和诊所 在医疗缺乏的地区 提供最切身的 一个救助 这为什么 我们在教会里面 也开始一个新的事工 叫做生命和医疗团契 就希望结合 北美的医疗人员的力量 进入宣教地区 能够有帮助 服侍更多 有需要的人群 除此之外 我们还有 生命和社区服务中心 有青少年课业辅导的工作 在老人中间的服饰 我们也有生命和的领袖学院 栽培神国 未来的工人 这些单位 今天在外面 都有很多的摊位 所以鼓励大家 在散会之后 能够去关心一下 了解一下 更重要去参与 支持他们的事工 Amen 第二 要建立合作的品牌 跟你们要建立合作的平台 听众教育 社区与城市的转化 绝对不是单靠教会的力量 不是 Lawen Cunningham 这个外面的创办人 很早就提到 影响世界的七个领域 这七个领域 包括了政府 商业 教育 娱乐 媒体 家庭跟宗教 而宗教只不过是 七大领域其中之一而已 所以教会不能只是 单靠自己 孤立自己 我常说现在是教会 你越是看见这个环境的艰难 越是教会应当卷起袖子 跟所有其他领域 一同来彼此合作的时刻 好让神的爱跟恩典 能够透过我们 涌流到每一个需要的地方 我们需要跟政府合作 为什么 因为政府拥有通路 很多时候神能够借着政府 帮助我们打开很多 过去无法打开的门 我们需要跟商业界合作 为什么 因为商业界有资源 就让我们基金会跟Costco 退货中心合作 把退货中心的这些家用品 能够输送到很多需要的家庭 跟慈善机构当中 我们需要跟科技界合作 为什么 因为科技界有技术 我还记得Lon Cunningham 多次对我们戏骨的工程师说 神要把我们放在戏骨 不是偶然的 神要我们用最尖端的科技 把神的福音能够扩展到世界各地 Amen 我们更需要跟教会合作 为什么 因为教会有属灵的权柄 当教会能够同心和一同战立的时候 我们就能战胜一切黑暗的权势 战胜一切仇敌撒旦的攻击 第二 这些年当我在生命和在服事的时候 我看见生命和在神的手中 被神带领不断地向前进 我就越来越看见生命和真的是一条 比我们所想象 比我现在所能想象 更大更宽广的河流 而今天当我们走在其中的时候 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更宽广的心 能够与影响世界的各个领域连结在一起 建立一个更大的合作平台 好让神的爱能够透过我们 真的涌流到世界每一个角落 Amen 弟兄姐妹 今天你我是怎么看 我们所居住的城市跟社区呢 你相信神能够透过我们 改变我们所居住的地方吗 很多时候我们只是看见 城市充满了问题 社区充满了问题 但事实上你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 每一个问题 也代表了神可以介入的机会 你我是否愿意成为神解答的管道 来为这个世代带来祝福呢 你说牧师有可能吗 2005年的时候 我们教会有九位的弟兄姐妹 我们一同到Arkansas Little Rock这个城市 去拜访一个城市 一个教会叫Fellowship Bible Church 这个Church大概有五千多人的会众 但这个教会非常独特的地方是 他们的会众已经进入到社区 每一个领域里面 参与到义工的服务的工作 那次我们去参加他们教会 一个大的conference 在conference当中 他们请了市长来说几句话 那天那个市长一上台 他一开口就说 今天早上当我醒来的时候 我想到要到你们教会 我就发现 我们的城市不能够没有你们教会 我坐在下面听得很感动 我从来很难想象 能够说一个教会 能够带给一个城市 这样大的影响力 那个市长能够说 我们城市不能够没有你们教会 我那天坐在下面 听到这个市长说这句话 我心中就有个小小的梦想 我说主啊 有没有可能 有一天 Santa Cloud的市长 能够对生命和说 我们城市不能够没有生命和能 我在那里有个小小的梦想 但我知道是不可能的梦想 绝对不可能的梦想 绝对绝对不可能的梦想 为什么 因为不是华人教会 我们在这还讲中文呢 我们怎么可能对一个戏谷 这么大一个城市 能够有什么影响力呢 是不可能的梦想 那回来之后 2007年 我们做了一件事情 我们就把我们教会的 四个策略的 第四个策略 从福音宣教 改成全地转化 我们开始领受神的一个呼召 要进入社区当中 但我们实在能够做得非常有限 2007年 我们成立了基金会 开始一些食物发放中心的工作 最多每个月只能够 供应三百个家庭的需要 但是我们就是开始慢慢地做 没想到疫情一来 似乎整个局势就翻转过来 疫情一来 我们才发现 为什么神给我们教会 这么大的一个仓库在后面 我们怎么想都想不通 为什么给我们这么大的仓库 除了堆一大堆Junk之外 要干什么用 疫情一来突然间发现 这是最好的场地 能够储存所有的食物 储存所有的用具用品在那里 是在疫情期间我们忽然间成为 北加一个非常重要的食物发放中心 一个聚集点 汇集点在这里 现在每一个月 我们可以供应四万到五万个家庭的需要 Hallelujah 市长多次到我们中间做volunteer 我们现在跟市长成为非常好的朋友 2022年 市长决定颁发给我们教会 社区英雄奖 是Santacar最高的荣誉奖 社区英雄奖 我还记得那天 我从市长手上领到 社区英雄奖的奖牌的时候 我的眼泪就掉下来 我就想起2005年 我坐在他们的会众当中 一个小小的梦想 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梦想 但在人不能 在神还是没有难成的事情 Amen 所以你说可能吗 是可能的 当我们真的愿意把我们自己摆在神的手中 成为神的器皿 被神所使用 当我们愿意尾身在神的国度里面 从我们自己做起 从我们周围的环境开始 我相信神能够使用我们 能够成为改变世界的管道 Amen 只要我们愿意持续地祷告 摆上自己 我们一定为我们的社区 为我们的城市 为我们的国家带来影响力的 Amen 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 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跟赞美 谢谢主 虽然我们这样的软弱 不配跟平凡 但当我们把我们自己 交在你手中的时候 主 你就能使用我们成为不平凡的 一个做不平凡的事情 因为主 你就是一位不平凡的神 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 我们感谢你 我们赞美你 我们为了过去 你在生命和的工作 现上感谢 怎么样主 你带领我们 从一个很小的开始 直到如今 是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 但我们更期待 主 你要在我们中间 做更伟大奇妙的工作 如果在这些年 主 你透过我们的微小 都能成就这么伟大的工作 那么何况今天的生命和 在你手中 不是能够成就更伟大的工作 再次求你帮助我们 重新伟生在你的里面 伟生在神的国度里面 让我们真的是 与你同心合一的 能够在这样的世代 成为你手中的气 成为一个影响世代的气 我们谢谢你 再次求你的圣灵来激动我们 让我们知道 我们就是在这条江河里面 我们的一分子 让每一个人摆上自己 从新的尾声 我们就能够在这个世代 成为扭转世代的一个管道 我们谢谢你 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你 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气 阿们 这些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 一同起立上这回音诗歌 感谢祖宗首点 请你看我双手 一切我所有 感性为你有 很久之 请你看我的心 所造恋经过 将我分别为生 我们要奔向你的期待 得着你的火焰 站在破口中 将就那世上的灵魂 就如此我怜悯的心 为这迷失的人群 我们要改变世界 来盼望在这里 看救主 请看我双手 以前我所有 感性为你拥 看救主 请看我的心 所造恋经过 将我分别为生 我们要奔向你的期待 得着你的火焰 站在破口中 将就那世上的灵魂 就如此我怜悯的心 为这迷失的人群 我们要改变世界 来盼望 我们要奔向你的期待 在这迷失的人群 在这迷失的人群 我们要奔向你的期待 建立无强的教会 让你荣耀赞现 而此下救恩 给万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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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奔向你的期待 得着你的火焰 站在破口中 将就那世上的灵魂 就如此我怜悯的心 为这迷失的人群 我们要改变世界 我们要改变世界 来盼望 我们要奔向你的期待 得着你的火焰 站在破口中 将就那世上的灵魂 就如此我怜悯的心 为这迷失的人群 我们要改变世界 来盼望 在这里 弟兄姐妹 你相信我们有改变世界吗 你相信我们有改变世界吗 不是每一个人都相信 你相信有改变世界吗 你要相信 你真的要相信 我告诉你 二十多年前 我们开始生命核的时候 我们怎么想象 今天生命会发展到这样一个地步 你怎么跟我讲 我都很难相信 但我们就开始一个小小的梦想 就这么简单 一个小小的梦想 生命还要涌流 真的那个时候 怎么涌流都不知道 要发生什么也都不知道 我告诉你 如果在那个时刻我们可以相信 今天在这个时候你更要来相信 如果说神能够在过去二十几年使用生命核 成就这么多的工作 我告诉你 你要相信在未来年日要成就更伟大奇妙的作为 哈利路亚 你要相信我们伟大奇妙的真神 我们看见 今天我们站在这里 我们回头想到神的工作 我们不能够不稀奇 我们就想到当年七十个人开始 神透过少少的人 能够成就这么多的工作 今天我们有三千多人在教会 当我们全然尾声摆上 你难道不相信 我们能够改变社区扭转这个世代吗 Amen Hallelujah 我们是生命核 Amen 生命是不断涌流的 生命是流流的带来改变 环境的改变 生命的改变 你们 今天你要看见 你就是生命核的小小生命核 你们 你就是小小生命核 你知道 生命有一个特色 像水 水有一个特色 什么特色 无孔不入 是不是 无孔不入 水 我很感谢神给我们这个美好的名字 生命核 这个水 每一个角落 我告诉你 无论这个世代 这个世界 每一个角落 你我就是那个小小的神 要在每一个角落里面 当我们愿意重新维生在神的国度里面的时候 就从我们所在的地方开始 神的爱就能够涌流出去 Amen 我们的社区能够改变 我们的环境能够改变 Amen 你相信吗 相信吗 跟你们说 你就是想想生命核 想想生命核 阿men 我们要奔向你的祭坛 和照你的火焰 站在破口中 想救那世上的灵魂 就阻止我怜悯你的心 为着迷失的人群 我们要改变世界 我们要改变世界 来来看望 我们要奔向你的祭坛 和照你的火焰 站在破口中 想救那世上的灵魂 就阻止我怜悯你的心 为着迷失的人群 我们要改变世界 我们要改变世界 再一次改变世界 我们要改变世界 来看望 在这地 哈利路亚 赞美我们的主 赞美我们的神 谢谢我们的主 哈利路亚 我们是能够改变世界的 因为我们的伟大奇妙的真实 Amen 不是因为我们 那是因为神 哈利路亚 你真的要相信神 永远能够使万事互相效 整个环境 整个世界都在神的手中 祂是坐在宝座上掌权 当神 不是 很多人常常跟我说 刘牧师还要再继续祷告吗 在美国这个样子 那第六次而已 你要持续 当神开始工作 翻转 Overnight 快到你无法想象 Amen 我们要持续地委身在神的国度里 哈利路亚 我们就能够经历神伟大的作为 Amen 哈利路亚 如果在我们中间今天 还有些朋友 线上的也是一样 你还没有机会 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 今天最好的机会 你可以来接受耶稣 因为耶稣的确是改变生命的救助 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助 可以跟着我做一个祷告 我祷告一句 请你跟着我祷告一句 亲爱的主耶稣 我感谢你 因为你是带来改变的主 我今天愿意悔改归向你 接受你 做我的救主 做我生命的主 我愿意一生跟随你 一生侍奉你 感谢祷告 奉耶稣得胜的名 Amen 恭喜你 如果刚刚那天祷告 你就是神的儿女了 在现场弟兄姐妹 三会之后 我们有启程福音参会 在我们的交易厅举行 请你可以立刻去参加 我们有在那里 介绍一些基督耶稣的真理 让你更多在真理上 跟线上的朋友 你如果刚刚做 刚那个祷告 请你在线上填一下绝制表 让我们很同工 很快能够跟你保持联络 希望在真理上 能够帮助你 今天晚上我们 起真福音区 在线上也有举行 欢迎你来参加 我们一同领受神的祝福 亲爱主 我们再次来到我们 线上的感谢与赞美 因为你果然是能够 改变世界的主宰 我们再次全然尾声 在你的面前 求你继续使用生命盒 在你的手中成为 影响社区城市的管道 我们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你 现在主耶稣是恩惠 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才会与众人同在 从今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这样子要归给我们的神 祝你上帝祝福你们 你们